高雄的意想天地 一个集购物和娱乐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 承诺提供世界一流的体验 遗憾的是,对于许多游客来说 这趟旅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令人沮丧的现实 一个以严重交通堵塞而闻名的停车场 想象一下,你被困住了 不是在购物中心豪华的空间里 而是在你的车里,以刮牛般的速度缓慢前进 空气中弥漫着沮丧的情绪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你购物的梦想也消失在一片茫然的刹车灯海中 这不是一次性的不变 自一想天地盛大开幕以来 这一直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停车场的困境不仅仅是不变而已 它们代表着城市规划的失败 是一个严峻的提醒 即使是最雄心勃勃的项目 也可能因糟糕的设计和管理不善而陷入瘫痪 该综合体虽然拥有众多的商店和餐厅 但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 单一的出入口 这种瓶颈就像试图将湍急的河流塞进一根吸管 势必造成灾难 尤其是在尖峰时段和周末 6月23日 情况达到了费点 停车场变成了一片混乱的景象 社区媒体上充斥着汽车堵塞的画面 一片金属和沮丧的海洋 一眼望不到边 驾驶人报告说被困了几个小时 他们的购物计划泡汤了 他们的耐心也消耗殆尽 公众的强烈抗议接踵而来 要求答案和解决方案 高雄市民感到厌烦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应该享有一个没有焦虑和沮丧的购物体验 而不是一个像现实生活中的俄罗斯方块游戏的停车场 唯一的奖励就是逃离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 也让外地游客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大打折扣 这样的停车场问题 无疑是对城市形象的一大打击 相关部门应该迅速采取行动 解决这一问题 让异想天地 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 如果说六月的交通瘫痪是一季警钟 那么九月二十三二则证明了按下的是贪税按钮 是的 各位 异想天地的停车场再次陷入了混乱 雨水在高雄通常是令人愉快的喘息机会 却成为又一次停车混乱的催化剂 随着购物者纷纷寻求躲避倾盆大雨的地方 原本就因为单一出入口设计而负担沉重的停车场 在压力下不堪重负 不断传出驾驶人被困数小时的报道 他们原本对购物的兴奋之情 被日益增长的绝望感所取代 社区媒体再次成为公众愤怒的发生平台 愤怒的贴文和照片描绘出一片混乱的景象 这些交通噩梦的反复出现 引发了人们对管理阶层解决问题的承诺的严重质疑 这仅仅是无能的表现 还是对顾客扶植的漠视 无论原因为何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 高雄市民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面对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和公关噩梦 异想天地的管理阶层 被迫承认停车场的惨败 他们的回应是 一再重复的道歉和承诺会做得更好 他们声称已经部署了额外人手来指挥交通 并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他们鼓励购物者利用附近的停车场 甚至提供大众运输工具的折扣 虽然这些努力看起来像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步骤 但感觉更像是贴在裂开桑口上的OK崩 核心问题及单一出入口的设计缺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就像试图用一个水桶来修补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当然你可能会摇出一些水 但在你解决船体上的大洞之前 你都是在打一场必败的仗 管理阶层的回应虽然出于善意 但缺乏真正解决非问题所需的紧迫性和全面解决方案 第四部分 城市发生 一连串的承诺跳票和设计缺陷 高雄市交通局并未对此事保持沉默 他们公开批评异想天地的管理阶层 未能兑现改善停车状况的承诺 交通局指出 单一出入口的设计是问题的根源 他们说这个缺陷在早期就被标记出来了 交通局还列举了一系列的不满 指责异想天地未能实施双方同意的交通管理措施 例如在停车场达到八成满载时停止进入 根据交通局的说法 这种未能贯彻执行的行为 直接导致了交通噩梦的反复出现 交通局的沮丧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城市交通的顺畅 而异想天地的停车场败 是他们记录上的五点 他们发出警告 要求解决方案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 第五部分 交通堵塞的真正代价 不仅仅是浪费时间 异想天地停车困境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沮丧的购物者所感受到的不便 持续的交通堵塞阻塞了周围的街道 产生了连锁反应 扰乱了整个地区的交通流量 这导致通勤时间增加 错过预约 以及居民普遍的沮丧感 除了眼前的后勤头痛问题外 还有重大的经济影响 附近的商家也受到影响 因为潜在的顾客被交通噩梦吓跑了 由于人们选择到其他地方购物 避开异想天地的黑洞 城市损失了宝贵的收入 但或许最重大的代价 是公众信任的erosion 尽管有承诺和保证 但一再未能解决停车问题 描绘出一幅莫不关心的景象 它传达了一个讯息 公民的舒适和便利是次要的 利润和权益之计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部分 解开解解决停车头痛问题的实用方案 解决异想天地停车噩梦 需要多管齐下的方法 结合短期修复和长期解决方案 以下是一些想法 拥抱科技 实施一个实时的停车位查询系统 让驾驶人在到达购物中心之前 就能查看停车场容量 这将防止不必要的拥堵 并允许更好的规划 提供接拨车服务 从附近的停车场提供定期的接拨车服务 为直接开车到购物中心 提供一个方便且负担得起的替代方案 鼓励达成大众运输工具 与市政府合作 为购物者提供大众运输工具的折扣票价 使其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尤其是在尖峰时段 跳脱框架思考 探讨新建多层停车场的可行性 或与附近的商家合作 在非尖峰时段利用他们的停车场 这些只是一些想法 实施这些想法需要异想天地的管理阶层 市政府 甚至可能是附近商家的合作 但关键是要果断和策略性地采取行动 而不是半吊子和空洞的承诺 另外 考虑设置专门的停车区域 供电动车和共享汽车使用 这不仅能减少停车压力 还能推动环保出行 最后 定期收集和分析停车数据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 确保停车管理系统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第七部分 从错误中学习 朝着更智慧的城市规划迈进 异想天地的停车场惨败是一个警示故事 它 starkly 提醒我们 即使在 21 世纪 拥有所有先进的科技 我们仍然容易受到基本规划疏忽的影响 它凸显了careful consideration 社区参与和致力于永续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高雄的持续发展和演变 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至关重要 未来的发展必须优先考虑交通便利性 永续性和社区的需求 这意味着纳入有效率的大众运输选项 实施智慧交通管理系统 以及优先考虑行人友善的设计 目标不应该只是建造更大更豪华的建筑 而是创造能够改善使用者生活